这个收通及心通 如露处西空 好像这个太阳处在西空 所以我们收通心通了以后 可以说已经全部都了解真理 心都没有黑暗 好像太阳那么光明 然后就在西空之间 没有驻 太阳在西空之间没有驻向 各位听听太阳有驻向吗 那我们就是要像太阳一样 处在西空不驻向 切实存在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不要有黑暗面 都是光明 因为太阳 表示我们波罗庙智慧 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好像太阳一样 处在西空 很理想的状态 鬼传的见信法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真理了以后 我们要告诉人家的 要度人求道的 都要传这个见信法 能够见到我们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 不要说把他带来求道 就不管他了 他要怎么走 自己去听 我们以往不是这样吗 有没有引导说 你爱怎么做才可以成佛 有没有啊 有没有那样做啊 算度人吗 算不算 这个送佛不是要送到西天吗 我们都不把人送到西天 我们自己都不会走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研究心理心法 不是不度人 而是用究竟的 度他就是要他成佛 那我们自己本身啊 一定要知道怎么成佛 才可以啊 度人 才可以啊 使别人也成佛 所以我们呢 这个要了解说 微传啊 这个 见信法 然后呢 这个出事啊 破邪中 这个出事破邪中啊 这个 分成两个角度来说 一个呢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啊 要出事 就是要离开苦海 那要离开苦海啊 我们一定要破除啊 邪中 就是呢 不正 那个邪就是不正 歪了 邪了 不正的 忠呢 就是我们追求目标啊 那个忠词 要破除啊 我们心里面 那一个不正确的念头 我们所有的见解啊 不正确啊 那个我见 要把它破除掉 我们破除了我见啊 才可以啊 离开苦海 才可以出事 怎样得到意思吗 所以我们呢 要离开苦海 出事 世间啊 就是凡尘 出事啊 就是已经离开 这个凡尘了 所以我们要离开苦海啊 就是出事 那怎么样能够出事呢 就是要破邪中 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 把我们那个不正确的哦 那个见解啊 都去掉 那什么样的见解算不正确呢 就是我们六根 对六成产生六思 那个见解啊 不正确 那个是因缘忌讳啊 才有的东西 都会随着外面的景象啊 改变 所以那个不是我们哦 那个呢 不生不妹的佛性本体 那我们把它认为啊 是 这样就叫邪中 我们要破除它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哦 这个不是说出事破邪中 都要跟人修法 把人都不对 要跟他 进去变过来 不是那个样子的哦 那一方面呢 我们已经呢 到达佛地了 已经呢 可以成就了 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 也使他成佛 所以呢 视线在凡尘 这个时候啊 出事又是另外一个角度 哦 就已经视线在凡尘 哦 我们呢 都是啊 佛菩萨来视线 我们本身呢 都是佛菩萨 所以呢 我们啊 要带领 所有众生都成佛 那众生呢 观念不正确啊 不会成 所以要把这些呢 不正确的 哦 观念啊 告诉他们 哦 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 各位先生 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 没有一个知道啊 什么样的观念才正确 不是有讲过吗 执心 执心啊 就是道场 就是从我们那个哦 不生不昧的佛心啊 本体生花的 那个执心啊 那个就是 哦 我们要用那个啊 是正见 正确的知见 也就是佛之佛见 我们用这个佛之佛见啊 就可以脱离苦海 这样会的吗 所以我们呢 就是要努力哦 来学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